朋友们,大家好 中共国务院发布信息 从2030年1月1日起 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最低缴费年限 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每年提高6个月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 可以按照规定 通过延长缴费 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 达到最低缴费年限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新华社 另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9月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同步启动延迟男 与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用15年时间 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从元60周岁 延迟至63周岁 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从元50周岁 55周岁 分别延迟至55周岁 58周岁 新华社有网友讥讽说 被疫情偷走的三年 被延迟退休补回来了 好暖心 另一个网友说 延迟退休 灵魂三问 一 你能不能活到退休 二 你的公司能不能存活到你退休 三 你的公司能不能让你干到退休 刚刚被中共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知名网友 王爱中发帖说 本来是想少发几年前 多收几年前的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很多人干脆选择不再交了 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养老金 更加难以为继 随便他们怎么规定 你又能奈何 反正我是一分钱也不会再交了 延迟退休 其实就是一种债务违约 你缴纳的资金到期后无法返还 就像融资中的债务违约一样 重新商定的还款计划 只是权宜之计 只给你画了一个大饼 到时候 是否有钱偿还 还不一定呢 如果到期仍然没有钱 那就再次重新商量还款计划 这样反复拖延 直到债权人趋势 债务就不用偿还了 实际上 延迟退休的背后 是政府或相关机构 无法按时返还 你所缴纳的养老金 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提出新的还款计划 但这些计划 往往只是暂时的掩盖方法 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每次到期时 如果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 他们会再次提出新的计划 继续拖延时间 这样一来 债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只是不断地推迟 最终 可能会拖到债权人趋势 债务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种做法不仅让人失望 也让人对整个养老金制度 失去信心 下面看看一个老公 在国企工作的女子 在业主群里的炫耀发言 上东上住业主一号群 阿娟 我老公王振斌 是南方电网公司 广州供电局的一名普通员工 贵族三本进来的 还是正式编 年收入五十万家 我家里在广州有两套房 日子过得可滋润了 我们家是上流社会人士 可以天天吃香喝辣的 他一个人的收入 就可以养活我们全家 还绰绰有余 每年可以进行全球旅游 你们羡慕极度不 羡慕也没用呀 谁叫你老公不是电网的呢 哈哈哈哈 看不惯的人可以转发出 我就是炫富 一张照片 引出了一位网友的神评论 中国石油是党的中国石油 国家的中国石油 人民的中国石油 这是中国石油公司 写在公司内墙上的标语 一位网友评论说 不不不 中国人民才是你们的石油 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形势到底有多严峻 北广山珈乐福店 全部关门 上海仅剩下五家 下面是网友们的跟帖评论 一 稍等 马上引进朝月福 额月福 飞月福 这里的朝月福 指的是朝鲜的加勒福 俄罗斯的加勒福 非洲的加勒福 二 最后一个叫伟月福 也就是委内瑞拉的加勒福 三 还有古月福 古月福自然就是指古巴的加勒福 四 好像没别的朋友了 仅此几家 五 还有塔月福 伊月福 就是塔利班 伊朗的加勒福 格隆会 九月九日的财经信息 台湾八月对美出口飙升 超过对中国大陆的单月出口额记录 台湾八月出口总额 创下历史记录达到436.4亿美元 其中对美国出口飙升至118.9亿美元 超过对中国大陆的单月出口额记录 2021年记录为117.2亿美元 虽然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 除了上海 其他各省的财政都是大量亏空 但是为了习近平的面子 难尾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 还在大量的浪费完全没有意义的败家投入 自从两年前通车以来 北京西到雄安新区的高铁 天天开 据说是半小时一般 客流量却基本为零 也就是说 为了讨好习近平 高铁公司在不断地毁灭财富 太浪费了 铁路总公司已经亏损严重 省着点不好吗